那我们知道上述的岛屿生物地理学这样子的通则之后 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通则来进行保育工作的政策的制定 我们发现说岛屿越面积小 物种族群也比较小 物种的种类也比较小 所以它对于天灾人祸是比较脆弱的 你怎么想呢 岛屿嘛 资源小了 物种都已经低了 再加上岛屿有地理隔离 又有创始者效应 所以通常在岛屿上面的遗传结构是比较单纯 或是这样讲 岛屿身上的物种它的遗传多样性比较低 所以岛屿上面的生物虽然特有种多 但是也比较脆弱 所以往下看 所以在岛屿的物种 它消失的速度比大陆地区消失的还快 那下面是原因 因为就以台湾为例 台湾的猕猴我分为AB3个族群 如果柴山的猕猴被杀光了 我也许附近的屏东的猕猴 台东的猕猴可以牵过来 弥补它 柴山很快就会有猕猴了 但如果今天你把台湾猕猴放到夏威夷群岛上 你再把夏威夷群岛上的猕猴 杀光 夏威夷就永远没有猕猴了 因为猕猴很难进去 就没有办法弥补 所以大陆的物种如果有一个族群不见了 很快被补满 它还不至于绝种 但是在远洋的岛屿上 没了就是没了 很难再有所谓的 移入了新族群 这是为什么岛屿的物种比较脆弱 那我们再找一些证据来支持 大概十七十七开始 人类开始记录一些物种 发现目前地球上灭绝的物种当中 如果是鸟或爬虫或两生类 有90%以上的鸟爬虫两生类 灭绝的物种是发生在岛上 而部类有一半 就是已知已经灭绝的部类 有一半是岛屿上的物种 所以我们把这个现象 用白话文为各位做一下说明 岛屿常常有特有种 特有种是指只有那个岛有 当那个特有种没了 全世界就没有那个动物了 它就灭绝了 就是因为岛屿的特有种多 而特有种又特别脆弱 所以岛屿很容易发生灭绝 因为就以台湾 台湾猕猴来讲好了 台湾猕猴 台湾岛上的猕猴死光了 台湾猕猴就绝种了 对吧 那如果说台湾岛上的 美洲藏狼死光了 我可以说美洲藏狼绝种了吗 拍谁全世界都有 所以特有种一枚 很容易就整个没有了 而美洲藏狼全世界分布 台湾没有了 当然我们人类很开心 台湾人很开心 可是外国人说没有啊 我们的还有啊 它并没有绝种 所以这就是说明 所以岛屿有这样的性质 好那下面是原因 为什么岛屿上的物种会绝种 不外乎就是天灾人祸 以人为主 人进来了过度捕猎 或气力破坏 或我们引进外来种 跟它竞争 而像这边举的这三个例子 三个原因 会让我直接想到 他好像在讲某个重要的案例 澳洲是个岛屿 这有没有问题 它是个很大的岛屿 澳洲这个岛上 有一个很有名的物种绝种了 应该说到澳洲上 这个岛上 有一个绝种的动物很有名 它的名字叫 带狼 有待动物中的掠食者 不是带领 是带狼 带狼 你们看过它吗 至少你误过一下 看到照片 因为它好像在1970年 最后一只带狼 在动物园死掉了 现在只剩标本 跟影片跟照片 一种很可爱的 我觉得很漂亮 它后半都还有一些条纹 带狼 没了 那为什么觉得 人类过度捕猎它 因为它会吃人类 有养个羊 因为澳洲要养羊 七地被破坏了 还有我们人类引进了猎犬 猎犬会跟它竞争 这些猎犬会咬死带狼 以上这是 岛屿生物保育的一些说明 好